小伙儿 这位小伙儿曾经在俄罗斯大使馆做过厨师 哎呦 我想这手艺肯定不一般 来 掌声有请 全场热烈 大家好 我名字叫做刘胜欣 来自金林省苏兰市白旗阵阵 今年28 我的爱情宣言是 刘能无所不能 漂亮姑娘绝不可能 不是 这里边是什么逻辑 我们得捋一捋 首先刘能是怎么回事 我因为无所不能 所以叫刘能 为啥漂亮姑娘就不可能 因为太漂亮了 我长得太难看了 漂亮姑娘跟我不配吧 可以说 但万一就有一个漂亮姑娘死七八烈就看上你 就喜欢你 那也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不是奔漂亮的时间吗 我是笨丑的 哈哈哈哈 你的意思就是一直不找那么太药艳的 这不是用词 我也不知道场上16个姑娘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我直到谁了 11号 1号 黑眼你说啥 1号 不是1号 就是大圆圆 就他俩 场上就他俩最丑 不是 咋了可人 来1号大新 咋了可人 你说丑黑就滤光 没说你都行了 不行 是不是不容易 大圆你也来的 啊 不是说那个 一白折白丑 我白 一黑毁所有 所以说黑眼 你就别说话了 我好看 我是黑中 带着好看 我就是有点黑 我就是 我就是白的 不太明显 但我好看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到丑 三个人 非常积极主动的 来出来 在讲这个事情呢 说明触及到 他们内心的担忧了 没有 对不对 为什么别人不说呢 对不对 你看这三个人 这么积极主动 来 你先别说丑的了 看一下16个姑娘 你既然不想选 长得漂亮的 咱也不能说 选长得最丑的 是不是 反正按照你的标准 看看你选的 一中人是谁 好看好了 杨姐 我看看 经过她的筛选 这是你在场上看到的 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一个吗 对 这是最丑的 我最得意的 能吧 能吧 对不对 你换一种 对换一种表达方式 你再看看灭灯的情况啊 灭灯的都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漂亮不符合他的标准的是吗 是 你跟大家说一下 你真就是想找丑的吗 这个丑真的是人长得谁磕着吗 不对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啊 我一定得让她说一说 要不然大家就是 这次更丑的找你说这个咋整 是 怀疑这个没丑的标准不一样 咱们做个测试吧 刘灯啊 你觉得那主持人燕子是郡氏丑 这个怎么说你 你瞅瞅我 你再连瞅我都不瞅我 不是 这个怎么说你我也 没事你说 在我眼里我就是说丑 丑 丑 我哪喜欢你的标志 身高啊 说话语气啊 以下等等 都丑 都丑 对 那这个模样呢 模样也可以 插不零 燕子 这么多年了 不知道你丑成这样 我的丑就是美丽 那你想找的这个对象呢 模样呢 这个不需要说了 说多了 怕露出马脚 看第二段片就值得了 行 来咱 来一号大新 在看短片之前 我们投票吧 这泄露了都没啥意思了 投投谁最丑的 行不行啊 都不用投了 投了完都没有意义 百分之百是你 你还非得确定一下 我就要投 我就相信再多的姐妹们眼睛血亮的 咱投一下子 你是不是空口无凭 投票 那你咋投啊 你们咋投票 这不有咱们洪翔总益的包米吗 这紧灿灿灿的呀 嗯 这认为谁丑把包米都滴到谁跟前行不行 这咋堆上闪来 小果你觉得这办法科学不 可以可以可以好 可以啊 来 来 来来来 来来来啊 我看有两个包米肚挺丰收的啊 二四 第五 第五个半 那个 我自己也给他了 只有我还带圆圆 六个 我先问问大新呢 你张了的 你张了完了之后 现在你没想到你自己还得了这么多岁包米 你说一下后奖感言 我现在这最丑的评估来 我得有个价值 当代言人啥行不行 就给这个洪翔总益带个言得了 代言人还能活啥的 也就是听着啊 红翔总益 一瓣产十瓣 瓣瓣利儿增量 要想产量高 就把红翔了 这上哪儿讲的这个词啊 我可真佩服你太有才了 大家评的是一号和十五号 你觉得他俩咋样 你不要漂亮 我觉得他俩还不够 还不够 还不够 我谢谢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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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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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一会儿拿碎包米走回家送啊 不要钱 我理解小伙喜欢的丑有一点像我们经常就老话讲 丑妻尽地加中宝 那是必须的 是吗 对对对 老话这个丑妻 其实不是长的磕尘 对 是心里美 对 是吗 对对对 啊 就是 你看这不就是刚才我说我吗 心里美 啊 对不对 找到支撑了是吧 对对 要不然我这怎么凑合什么啊 我们掌声送给今天 最丑的 今天内心最美的一个姑娘啊 就我觉得这小伙子心里有啊 就是说不出来啊 就是你们觉得丑 我不一定觉得丑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小圆圆在你心里是 她一个女孩子太坚强了 一个人打两份工 然后一个男人打两份工都很劳累 但是她一个女孩子打两份工 我就 然后当男人的心里很过也不去 因为我也想早日乘个脚 所以就奔她来了 哦 哎呀 真是啊 就是看到她这个短片 觉得打两份工的时候 就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心疼吗 对对对 特别8月5号那期 刚刚让我气恼 咱说一个女孩子为你站出来了 你不管喜欢不喜欢 咱说你说一个女孩为你留灯 哎 你都说是这话 觉得非常悲催 算了 直接说话也行啊 说得太直截了一个点 你觉得伤了小圆圆的心 对对对对 哦 你看看 还为小圆圆鸣不平啊 来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5号小圆圆有请 小圆圆站在你对面了 丑吗 丑 你一期都关注着她就没有一期都关注 不知道名字叫啥 知道 对我得瞅就是心目中最美的 他说张芒结婚 弟弟招妈要那个地下汉嘛 嗯 我也想赶快结婚 因为也自己过得也挺累 假如他也需要一个肩膀 当男人应该承担起来 不能让他太累了 总之我还问什么 如果父亲你别这么累了 父亲他别人万一不在哪里 我不溜头我也不要 就想到他了 我还为他准备了一个礼物 我自己去医院 看看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我还可以给咱们兄弟准备这个 创传备照 你 吃清楚吗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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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成本 为啥准备这个礼物呢 因为弟弟招忙压抗嘛 我买了这回给他拿回去 让给弟弟压抗 我去娶他去 等同于这个 其实是给小圆圆弟弟 准备的一件礼物 对对对 就是我跟你姐结婚的时候 拿这个给我们压抗 对 哎呀都可伤心了 别人 谁都没想着吗 我觉得很实用啊 该想的全想到了 是吧 就是这个是要送给 送给那个小圆圆的是吧 对对 来来来 小圆圆 我先问问你现在的这种感受 就是 能有人喜欢吧 我觉得能有人这么了解你 我真的挺感动的 对 就是就像以前我也说过 其实这 并不是说 真的有多累啊 就是觉得 心比较累吧 他们有 我不理解 小姑娘那个 在酒吧上班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 懂你的人 你不用说他都懂 不懂你的人 就是你说再多也没有用 有缘千里那些会 没缘对面不相识 所以我来到这里千里 让给第一家看 我去取了 这样